話說在 Central Embassy 商場的樓上 六樓一最近開了一個新的地帶 叫 Open House 前面有給小朋友玩和看書的地方 而樓上更是一個很大的圖書館 人客們可以在這裡打書釘 看書 看對才買 看不對不用買 兼且有很多座位可以讓大家在這裡攤頭 每逢假日很多泰國人一家大廈都會來這裡看書 休息 甚至吃東西 沒錯 吃東西 又說到文青 但是有食物 那究竟是聞一些食物的味道還是聞青 這個有關人家的一些設計和構思 我們都很難去管理 理不得 但是一般事實就是這裡 這裡就有食物 有書看 嗯 選什麼食物呢 不如這間食蠔 之前介紹過 現在有間新的分店在這裡 過去看看 這間之前曾經介紹過 在唐羅區的食蠔專門店 那家駕駛在Central Embassy樓上這個位置 都開了一個分店 除了蠔 兼且都有龍蝦和青口 各樣發售 又看看這個海鮮拼盤 哇 很多蠔 材料十足 還未算 看看樓上那一層 有大隻的龍蝦 哇 真誇張 價錢多少呢 價錢五千多匹 哇 很貴 大佬這麼大的拼盤 不是給你一個人吃 是起碼兩個至三個人吃 於是住在樓上的帕哈爺也好 或者走這裏商場也好 都可以上來 炭香檳 還有吃山蠔 甚至吃龍蝦 來到這裏不一定要吃大龍蝦 但有一樣東西都可以一試 就是這裏的龍蝦包 這裏的龍蝦包很有名 曾經說 德國獎 就是整個曼谷最正豆 最好吃的龍蝦包 就是這裏這樣說 價錢一千二百匹左右 嗯 就吃你